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人禍的過程裡面 領導人怎麼樣 這個臨危不亂 讓災民能夠安定 讓災民 其他社會的民眾 可以覺得安心 同時儘快的 讓大家恢復正常的生活 不要打政治的口水戰 而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的感受就會覺得說 縱然發生了什麼樣的事 既就按了手掌 過去封建官僚時期 說的父母官 是跟我們同心 是跟我們站在一起 面對苦難的 其實每一次的考驗 每一次的關鍵時刻 反而有可能讓這位領導人 如果他表現得好的話 反而是更上一層樓 更受肯定的機會 每一次的考驗都是關鍵 可能展現出你的能力 也有可能讓人家看破手腳 你就是無能 好 很多人都說 媒體總是愛造神 這個大家都是普通人而已 你比較有專業 你比較喜歡熱心服務於政治 你比較 這個比起大家 你的統合能力比較好 所以我們選你來做事 但是神話破滅的故事在台灣 可以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的 比方說阿彭 當然大家很親愛 到要發生的事情 大家就把注意力轉移到 照馬神 這個小馬哥神話 現在又破滅了 有人就說 到底現在台灣社會是要怎麼樣 是不是靠我們所有 每一個小螺絲釘 所有的公民 一個一個凝聚力量 我們不要靠一個新的神 來帶領我們 因為神話總是會幻滅的 好 所以在經過這個禮拜 這麼多的事件當中 我們要一個一個再來檢驗 這三個首都的 這三個縣市首長 表現得到底好不好 上禮拜 安特倫在陳菊 我就用一個 我高雄人 我用高雄人的口氣 要不要跟天龍國的人說什麼 天龍國的人就覺得說 陳菊你這麼無能 你表現得那麼差 怎麼市民還這樣子盲目的瞎挺 我們告訴其他地區的人 為什麼民眾還是挺陳菊 上個禮拜我們預測說 陳菊的民調到底會不會掉 來賓說是會有小福的調降 結果最近陸陸續續一些民調出來 陳菊是小福降了3% 結果楊秋新居然降了7% 這中間到底意味著什麼 還有我們來看看朱立倫 朱立倫在高雄發生大氣爆的同時 大家都很緊張 我們到底還有多少地底下的 關鍵是未爆彈 結果沒有想到 新北市居然又發生了 瓦斯氣爆事件 問題出在哪裡 朱立倫說 這是絲館 這是絲館 不是公館 公館他已經進行一個總體檢 你說會通還是不會通 那麼另外這個賴清德 他在今年3月的時候 他說三爺西淹水30年了 我三年就把它解決了 但這次水患當中 永康仁德還是淹水了 這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上一條活生生的新聞 大家再去割 我們花了10億蓋的蘇菌工程 在台南開10億 結果19天就判掉了 這豆腐渣工程應該誰來負責 我們今天要好好地來檢視 那麼當然就是說還要來看一下 在一個一個檢視的過程當中 我們不是去批評他 而是來看這事情他處理得好不好 至少朱立倫有一件事情 處理得還可以 為什麼 我早上半月在一期點 在看新聞的時候還說 早上因為詹明英都已經安頓好了 所以下午的勝利連線 照常舉行 我就想說真的還要舉行嗎 還要選舉嗎 還要造勢嗎 結果早上的最新消息是說 要取消了 要有這樣的一個政治敏感度 我們就有深入的討論 先來介紹一位來賓 首先介紹的是 資訊媒體的王瑞德大哥 歡迎好 大家好 康仁俊大哥 歡迎好 大家好 好 資訊媒體的王歇綺小姐 主持人 大家好 好 來自高雄的市議員 陳馨宇小姐 大家平安 好 資訊媒體人陳品鳳小姐 大家好 稍待一會發現 這個豆腐渣公車 這個王歇綺市議員 也要來討論跟大家說一下 到底怎麼一回事 這到底誰該負責 既然開始 我們來看VCR 表情 腳步都很沉重 朱立倫一早趕往台北馬街醫院 探視重傷的陳小妹妹 宣示心電氣爆 全面檢討 這個是家戶的瓦斯 跟我們所謂的公共的用管 我們檢查的是公共的用管 但是現在可能從這一次的事件當中 也要檢討說通往每一個家戶的用管 朱立倫解釋有鑒於高雄氣爆 新北日前徹查的施工用管線 家庭用管不在檢查範圍 探視完之後 朱立倫又趕回新北召開工作會議 決議災民損失是否先行之步 必要時將代位求償 朱市長一整天馬不停蹄 其實這一天原本要登場的重頭戲是 勝利連線 我們還在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聖文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能夠往後一眼嗎 歡迎下次再來 其實勝利連線當機不是第一次 早在7月23號就傳出 要在中常會活動合體 卻只聞樓梯響 8月10號朱立倫連勝文 計畫辦奏事晚會 結果8月1號爆發高雄氣爆 等等等 終於又敲定8月16新北參訪 沒想到前一天新電氣爆 勝利連線三度延期 現在聞氣爆 這個是覺得非常驚恐的事情 從6月判到7月 再苦苦等到8月 正立連線 一拖再拖 好我們來看最近遇到考驗的三個 也可以說是天王級的人物了 因為他們在施政的蠻硬度當中 一位是藍營裡面最高的 另外兩位就是綠營裡面總是最高的 現在有過關嗎 過去兩個禮拜 台灣地區歷任了很多次的氣爆 包括高雄氣爆跟昨天所發生的 新北市新電的氣爆 也包括了水災 高雄的水災 也包括了台南市的水災 在新北市的新電安康社區 大樓事實上昨天發生了一個氣爆事件 而不幸的是到今天已經造成兩死一命危 其實令人更加難過的是 這個應該也是一場原本可以預防的悲劇 怎麼這樣講 他在7月25號的時候 這個三樓爆炸戶的 這個陳姓死者的姑姑 他其實已經有聞到 類似那種榴槤的臭氣 有聞到了 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會像說是榴槤的臭氣 因為瓦斯本來無味道在裡面加臭氣 可是在8月5號的時候 開始有些住戶 越來越多人聞到 除了他們之外也有人聞到 到爆炸的前一天8月14號 5點的時候 其實有越來越多人聞到 其實20戶反應的時候就要小心了 然後後來事實上 包括他們的等於說陳姓死者的姑姑 他一回到家一口也聞到 你知道嗎 然後大樓的總幹事因為這樣子 很多的住戶跟他反應 他通知新興派員檢修 在這個部分上面我們覺得很難過 號稱為會維修第一名的新興 他們的處置方式是怎樣 人員來了 20分鐘就來了 很快 來了以後 聽說也有帶一些儀器來檢測 可是他就在大樓的一樓 針對主要的幹管檢測 再到地下室的這些車道 這個地方檢測說 天然氣的濃度是零 所以十幾分鐘而已 他就表示 聞起來像是天低間的早氣 意思就是說不是天然管線 我的天然管線都OK了 然後就要走了 大樓總幹事為了慎重起見 還請他填了一張檢修單 這樣檢修單告訴你這個事情 所以你要負責任 隔天越來越多人聞到了 每一種都要早上聞到了 然後事實上 這個今天已經去世 今天去世 商中去世的阿嬤 他也說那個味道越來越濃 你知道嗎 11點40分 三樓就發生氣爆不幸事件了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欣欣現在說 他們願意替住戶更換所有的管線 不會呼啊 兩個人死亡了 為什麼 你是亡羊捕牢 兩條人命跟一個命圍 你永遠捕不回來 你怎麼捕 從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一個什麼事情 三個禮拜以來 有瓦斯的管線 一點一滴的慢慢漏氣 可以發現嗎 從一個人聞到到 一些人聞到到很多人聞到 到最後氣爆 很可惜的是這三個禮拜之內 八卦已經來到了現場的 欣欣瓦斯的人 他說 當然他們說 因為你沒有要求我逐城樓檢查 如果那時候有那麼多人聞到 你願意一城樓一城樓去檢查的話 悲劇就不會發生 還有 現在市政府告訴我們 因為公管是OK的 但是私管 因為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那告訴我們 如果那麼多人聞到 而你私管也不去管 也不去查的話呢 莫怪這種悲劇 會一再的發生 新北市其實讓人家 有點不太能諒解原因是 高雄這麼慘的災難在前面 發生之後 新北市政府要求全面安檢 然後新興瓦斯 他也被人家通報了 也到現場用文的了 現在他一直在講一個 法律的概念 一般說在標情 標後 就是說發生這種災變的時候 在那個計價表前 還沒有進到屋內的 是屬於新興瓦斯的責任 表後面進到住宅裡面 是屬於住戶的責任 一般是這樣說 可是這件事情不能這樣講 你已經將近一天的時間 讓你知道這邊有瓦斯的味道 然後一樓也去巡了 在公共瓦斯館的部分 其實還沒有巡完 所以我昨天看到那個 那個往生的家人 在那邊講一句話 我覺得很難過就是 這一個災害是可以避免的 只要在前面這幾個小時 有人多盡一點心思 我們不用付出 現在至少兩條人命 還有一個90%燒傷 其實還在跟死神搏鬥 我覺得這個代價是不用付的 那高雄的情形是 一群人在未知的危險當中 日常的生活下 歷經一個大災難 欣欣這件事情 特別不能原諒是 他是在已知的狀態下 而且之前也安檢過的情形下 縱使欣欣瓦斯 我們講新字頭的大概就退府會 跟黨營事業 然後他上面的老闆 董事長 幾乎都是國軍弟兄將軍退下來 占那個缺的 這種壟斷的行業 平常你服務品質 也許我們可以就算了 在這麼要緊的時候 在這麼要緊的時候 而且在這個爆炸案的前一天的新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講有一條他們的瓦斯廣 經過人家那個量販店的樓上 從住宅區穿過去 還講說我們都檢查過了都沒問題 所以這些都是用生命的代價付出來 可是代價是消費者在付 你提供服務的人 你付了什麼代價 我們到現在看不到 剛才講那個勝利連線 其實有故事的 你如果注意看朱立倫 從昨天到晚上 他自己的臉書 沒有提到這個爆炸案 他昨天是沒有 他昨天整個臉書有捐消防車的 有他們辦什麼結 天署結 對 就是他自己的臉書裡面 並沒有把這個爆炸案 寫在這裡面 我不認為他這樣就是輕忽了 但是到昨天晚上 連勝文跟他們的聯絡 今天的勝利連線活動是照常的 到昨天晚上 一直到昨天晚上大家罵說 你這個市長也沒來生長勘災 也沒來看臉書 也沒寫伴你 還要勝利連線 所以一口氣今天早上 也看了臉書的消息 也發布了要去現場勘災 然後跟連勝文就說 隨人生命 隨人求 你自己先去收一下 這個東西就先暫時取消掉 所以你覺得第一時間 沒有那種跟災民感心的感覺 沒有警覺心 把它當成一個個案來處理 不像高雄的氣爆這個樣子 好 但是這個朱立倫他是聰明的 很多事情其實他算滿多的 特別是氣爆之前 他說這個 這叫什麼贏 先特後招 十二年國教是贏他出招了 大家一剛開始覺得說 雙眼為之一亮 後來緊急看來說 不行 你也沒明星高中 什麼特招跟你好像沒有關係 這一盤算盤裡面 他到底是加分還是扣分 然後好龍斌剛開始 被他僵了一句 不知道要怎麼說的時候 後來好龍斌就說了 好啦 我們也來先特後眠 考一次試 不要讓大家整個暑假都在考試 考一次試 你可以先特後眠 教育部馬上說什麼 好龍斌 你這是違法的 不可以 所以好龍斌跟朱立倫一出手 大家說說高明度馬上高下立判 當然朱立倫拋出那個 停辦特招這件事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以目前來看的話 民調的支持度 大概有57.88的民眾是贊成說 朱立倫現在講說 這個特教的東西要取消掉 25.41的民眾是沒意見 不贊成大概只有16.71左右 所以相對來講 他的這個被民眾所支持度 或者是跟接受度 就他現在提出這個政策的 那個時間基本上是被接受的 比較多 但你說朱立倫是不是擅長算計 他當然是擅長算計 他選擇在8月14號的這一天宣布 來講說這個12年國教非常的不好 我要取消 那一天在場的有誰在你知道嗎 是新北市的所有公私立高中職 還有國民中學的校長 全部都坐在那邊開會 那一天的時間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是二免全部作業完成的那一天 他故意挑在那個時間點講 為什麼 因為他的想法就是 可以透過那個開學 因為透過開學之後 那個回答的力量回到他身上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所有的學校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大家要開始準備作業 要開始幹嘛 家長的反彈力量 會全部回到你市長的身上去 所以他很刻意的挑在那一天的時間點 在開學之前把他講出來 為什麼 他明白了感受到地方民意的壓力 所以你知道他走了一步很顯的棋 可是我認為他是成功的 因為他其實不是在罵12年國教而已 他現在罵馬英九 我給大家看一個報導 這個是在今年的6月的時候 6月18號的時候 6月18號的時候 這個是在國民黨的中常會 馬英九直接找蔣偉銘去報告 去報告什麼 報告12年國教的爭議 結果那個事情報告完之後 你會看到說馬英九 這是瘋傳媒所下的標題 馬英九力挺蔣偉銘 當初是他說12年國教很好的 只是希望多多去溝通而已 那時候大家都罵成這樣 你看教育部對12年國教的東西 完完全全也就是 我們做的就是對了 不管你怎麼罵我 反正你的那些都是少部分的人 可是今天朱立倫跳出來罵的時候 教育部怎麼講 我們尊重 尊重你們新北市怎麼做 那到底誰在打誰的臉 教育部尊重新北市 但是教育部跟郝隆斌說 NO 你這個是不行的 對 所以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一個政策 你看馬英九說12年國家好 朱立倫跳出來講說 12年國家不好的時候 教育部說我尊重你 郝隆斌也跳出來 郝隆斌講說對 你這個也不好 所以我弄一個什麼 一四兩用或什麼的 你會跟人家講 不行 你這個做法不對 不過我覺得 因為兩個基準不一樣 我想朱立倫聰明的地方在這裡 他其實吃定了 我新北市的學校的資源 跟你台北市的學校資源不一樣 就說朱立倫得了便宜還賣乖嘛 對 你所有的明星高中 也不在我這兒 通通都在你台北市 大家要擠破頭 誰的爭議都在你台北市那邊 我現在跳出來說得難聽 我一定贏 所以我必須講他真的是算計 聰明 聰明 機關算盡 沒錯 弄了一個自己肯定贏的局 結果僵了好龍兵一軍 對 為什麼朱立倫會贏 其實他雖然是 他以機關算盡沒有錯 因為明星學校都不在新北市 所以他這樣做事 只有討平宜沒有損害 問題是他可以呼應了 其他縣市的痛處你知道嗎 其他人對於12年國家的恨 也是恨之入骨 所以他一呼應之後 只剩下1.5個要繼續做 其他人就說你也不知道 台中連高 連嘉義 綠營也說 對… 其實藍綠手掌都有乾淨 都很討厭 對 都很討厭12年國家這種做法 可是他第一時間就跳出來 就變一個呼應了 我們可以看到朱立倫過去的歷史 他其實在這種事情上面 因為他的政治敏感度其實是夠的 你譬如說12年國家這次是 是 大家都知道了 再來就是核四的爭議 大家在反核四的時候 他自己作為一個所謂 核電廠在地的縣市首長 他自己跳出來就說 沒有能力處理核非要 憑什麼用核能 再來就是說服貌 政府不能眼中只有中國 然後年假六天的事情太少了 太僵化 他這些每一句話都深得民心 有在傾聽 對 有在傾聽民意 雖然他的所謂執政的成績 在所謂歷次的縣市長調查 不是很高 可是他卻是來源裡頭 首長還有整個政治人物裡頭 民調最高的 他就是善用這些事情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朱立倫 其實他就是說沒有錯 他這些小事情都做對了 他是一個謹小盛為的人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他整個在大事情上面 他是一個沒有GAS 沒有絕大能力的人 我講什麼 我就是講2014跟2016的選擇 他跟中央如了半天之後 中央最後說 好 我希望你是選2014 但是我全權交給你決定 結果朱立倫自己做一個 什麼樣的決定 他職工2014 放棄2016 我告訴你 你這樣的一個政治人物 你說他敢做一個大的決策嗎 我覺得他恐怕沒有這種勇氣 我覺得一個人小事OK 大事情他就沒有瀟雄的味道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 這個賴清德有沒有瀟雄的味道 賴清德 他在3月的時候 三頁錫整治好了 他說別人淹水30年做不到 他三年就做到了 但是還是淹水了 在上海是怎麼樣 最近剛剛整治完了一個 蘇菌工程說開10天 19天就用判贏了 就說沒有 我們這是規劃25年的這個水 沒想到接下來是50年的水 你有得力嗎 來看VCR 挖土機在河道不停開挖 趕工補強作業 才剛啟用三個禮拜的 台南港委溝溪洪道 遇上日前的大好雨 竟然就這麼塌了下來 讓所有人超傻眼 這條港委溝溪工程 花費政府超過11元打造 不過卻因為一場大雨 導致170公尺的河道 出現整個崩塌的情形 現在也引發出 是不是部分的建築物裡頭 沒有鋼筋 以及它的裝機打得不夠深的質疑 距離高速公路不到10公尺 台南港委溝溪分紅道 全長3.8公里 但其中一段長170公尺的河道 卻因為大雨沖刷邊坡 地基被掏空整個崩塌下來 專家到場看驗也忍不住質疑 可能後工減掉 因為鋼筆板它沒有擺鋼筋 當磁力太大的時候 它產生這個彎劑 產生彎劑產生整個破裂 柱子裡面都是依照圖說 裡面擺設鋼筋 那外界有些所謂沒有鋼筋的部分 就是我們鋼筋是包在紅泥土裡面 分紅道由水利署發包 台南市政府驗收 工程人員強調 施工都依照設計局執行 到底為什麼會下一場雨 就讓煙波塌掉 將在兩天內檢查所有河道釐清 台南市長賴清德面子掛不住 這還在保護期 他們會要求廠商 迅速的把這個事情解決 水利署緊急打鋼膀磚固定 但這樣的工程品質 已經無法讓人就相信 好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 這個是花十億做出來的 豆腐渣工程 很離譜 這個工程叫港尾溝溪蘇紅道 它的用意大概就跟台北的 原山紫封紅道一樣 我們北邊有一條港尾溝溪 南邊有一條二人溪 港尾溝溪到下游的時候 匯入二人溪 造成多少呢 兩萬戶 八百公頃的地方 每年都淹水 所以我們這工程是在高速公路的 東邊挖了一條3.8公里長的 港尾溝溪蘇紅道 讓這條河提早改道 提早進入二人溪 這一次大雨確實有效果 保安 嘉南藥理學院 保安工業區附近 因為這樣子 今年的大雨 它淹水的情形改善非常非常多 但這什麼 有沒有淹 沒有 這是沒有淹 沒有淹在一甲另外一個地方 開場沒有就對了 10億1000萬 開起來要A地不淹的淹B地 沒有 這整個工程大概是15億 這條溝渠花了10億1000萬 什麼時候驗收完工的呢 7月27號 杜子君跟賴清德 跟這些所有的官員 來到現場揭幕使用 7月27號到今天幾天 到它封掉 我凌晨去看的時候19天 也就是這個工程叫做止尿布 就尿一次就不能用了 它就只有一次性的功能 那這誇張在哪裡呢 這3.8公里的工程剛啟用 十幾天之後 這幾次大雨淹過去 它整個崩塌的線上是 河床往下線2公尺 那很嚴重的崩塌2公尺 旁邊的邊坡 這麼厚的水泥牆 像餅乾一樣 整個變S型垮掉 它在右手邊 我們在鏡頭看得到 右手邊就是仁德休息區的路口 也就是高速公路 再過10米高速公路 這整個垮掉了 那個交通影響很大 他本來是想要偷偷自己 勾舞賽你知道嗎 我凌晨被通知跑去看 然後這一個是經濟部水利署 第六合窗局的工程 他們自己想辦法在那邊修 經濟部做的 經濟部發包 經濟部監照 經濟部驗收 現在還在經濟部的手裡 所以是杜子君 他啟用了這個索紅道之後 他就榮升經濟部長了 花10億 10億1000萬 蓋這個東西 但我們市政府是沒有差票 台南市政府要等著接收 因為他蓋完了 就要交給市政府做維修 還沒有接收過來 所以嚴格來講 這個東西講是賴清德嗎 我不會這樣去講 我只講說這個工程 誇張到什麼程度 你看這整個垮的地方 很多地方只有水泥沒有鋼筋 很多地方是水一沖 六合局的人員跟我講說 議員這個水太多了 我們只要裝175 每秒175噸 這一次來的每秒250噸 我說水太多 頭不離 還是滿出來 我都可以接受 哪有水太多 整個就垮掉了 現在人家在說 製水六年600億 台南市哪最多 台南市繼續淹 怎麼回事 台南市不用負責任嗎 台南大概佔了全國 一淹水地區的50%以上 所以整個台南地區製水製完 大概要將近千億 那以往就是一點點 一點點 有時候水溝蓋好了 收水機就生鏽了 所以台南你丟了100多億 大概大概花了170億 這是其中一個 這個花了15億 花了100多億 製水有沒有功效 我平常心講 水利署幫助台南市 確實有達到功效 可是這樣會不會不淹水 不可能 要1000億才能製好水的地方 你丟了100多億下去 大概則局部改善 這個港尾溝溪的工程 是有改善 它確實讓保安地區沒有淹水了 可是我們發現原來水利工程 這麼好賺 你知道這樣垮掉之後 當天我就問那個來搶修的 不是包商喔 因為垮掉了 所以半夜就趕快叫 一個叫緊急搶修 叫搶險工程 危險的險 搶險工程來搶險 你知道搶險雇裝 要多少錢 把這些打進去2500萬 那兩千塊八百 對啊 不是修理好 光搶險打這個裝 搶險旁邊打掉 這樣就2500萬 它是啟用19天垮掉 如果拖一年才垮掉 全部都怪天災 這種水利工程 你去納馬下 你去小林村 你去阿里山 新美三美 這種工程垮了都怪天災 然後錢繼續丟 然後原來的包商繼續來做 所以這個是豆腐渣工程 這個是一次性工程 那是垮得太誇張被人家抓包了 現在才要鑑定說是誰的責任 否則你去查台灣這樣的水利設施 垮掉錢都是用百萬千萬座單位 你從來沒辦法去研究說 到底是怎麼垮的 因為是被水沖走了 管子沖走了 所以為什麼有人說 為什麼一直要用核電 而不用太囊人或者是水利 因為水跟太陽 沒有佣金可以抽 正確來講 這個東西檢方要不要下去辦 你要拚十年經濟 大概核電比較好拚 個人的核包比較好賺 這個檢察官 應該要去勘驗裡面的厚度 我們現在有去看 這核傳局 誰驗收的 驗收是六核局 你們已經去撿採了對不對 水利署 六核局驗收的 他們怎麼驗收的 驗收的厚度 設計有沒有不良 現在他承認說 設計上好像有些問題 如果設計不良 驗收不實 水利署 核傳局這邊 我覺得官員跟廠商 都要出來做一個交代 對賴清德市長來講 這當然會傷到 因為台南市長期淹水 從仁德 永康 東區 一直到人這個地方 像三爺市已經製好了 是他以為傲的政績 可是雨量 老天爺就會告訴你 當你人製滿說 我處理好了 他第二天 他第一天說製好了的時候 我在旁邊 他說你看 那個地方以前七米一 河岸就六米五 所以都淹到仁德工業區 我們現在把這邊弄高了 所以沒有淹水 我們製好了 第二天就讓你超過七米五 整個就淹出去了 還是要簽書 所以 還是要認爭 天公白要跟你說 世間不是人生的太簡單 好 我們來看 我才剛剛台灣製水之功 就馬上淹水 這樣賴神是不是變成賴不神 情老虎 其實賴清德對於台南 這一次淹大水的事情 他其實是滿在意的 所以他昨天晚上 就跟我通了一通電話 就專門要講製水這件事情 他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宗旨 就是說他非常希望大家不要用一種 站在別的地方看台南淹水 那種態度說 我都給你錢了 你怎麼還淹成這個樣子 他認為說 其實對於那些淹水的民眾來說 這樣講其實對他們來說 會非常的難過 因為淹水的痛苦 只有淹過的人才知道 那他跟我強調就是說 事實上台南的五大河 巴掌 集水 曾文 鹽水 二人 這些河道的那個防洪工程 全部都是由中央的水利署在做的 也就是說 當八年八百億 後來增到一千多億的這筆錢 台南不是分到了一百六十多億嗎 這一百六十多億不是說 中央拿了一大捆 一百六十億就給台南 錢給你 你去治水 不是這樣的 所以當有一些媒體說 你這個賴神你搞來搞去 一百六十幾億 最多錢給你 你還淹 所以那個錢是中央 地方沒弄到就對了 地方一毛錢都沒有收進來 因為那個錢就是由中央的 河川局 水利署 去負責監造 從設計 規劃 發包 監造 驗收 全部一條邊是由中央在執行 所以那一百六十幾億誰在做 中央在做 所以這件事情 如果你硬要把責任這樣子分的話 其實是中央沒有把這件事情 全部做完 好 這八年八百億的這些治水的預算 它其實規劃的標準是 我們要達到防洪25年的標準 那要多少年才能完成呢 還要再做30年 才能達到整個台南每一條河 都達到防洪標準25年的水準 所以當這十億的工程花下去 大家看到的是這個滿目瘡椅 整個蘇俊孔的整個崩起 你心情是怎麼做 這是在他轄區裡面發生的事情 對 就是因為沒有做完嘛 因為還要30年 所以他怎麼辦呢 那我們這30年都等著淹水嗎 所以賴清德 他就用上任三年的時間 也編了 一年編了16億 三年也編了50億 一共花了50億做什麼呢 做... 那你因為還要30年 才能達到防洪25年的標準嘛 所以我就先花三年 先達到防洪10年的標準 於是他就花了50億去做什麼呢 譬如說稻田就當做天然的製洪池 高架道路就當做第二層的那個堤防等等 他就做這些東西 然後其他的抽水站也做 這個什麼清溝這些全部都做 一共花了50億 所以他三年達到了10年的防洪標準 那也就是說當這個雨水 超過了10年的標準的時候 會不會淹 還是會淹 但是會不會淹的狀況比較好 會比較好 譬如說2008的莫拉克風災的時候 台南是一共淹的 面積是5500公頃 一直到了去年的康瑞颱風的時候 是淹3000公頃 也就是說其實製水有沒有用 是有用的 但是因為還沒做完 所以沒有辦法全部都不淹 他跟我講了一個故事 為什麼他覺得他應該要在三年之內 趕快完成淹水這件事 是因為莫拉克風災的時候 2008年他就到處去看 然後其中他就去拜訪了一個養豬戶 他說那個養豬戶的人家就跟他說 我養豬20年了 賺了2000萬 可是這一場莫拉克 我全部 祖母也死了 小豬也死了 我房子全部都被沖垮了 我每天是靠安眠藥 但是他吃安眠藥 然後還是睡不著 一共吃了一個多月 然後他就說他一直是到 一個多月之後 房子清乾淨了 這位養豬人他才能夠睡得著 所以那整個痛苦是沒有辦法形容的 然後他就說 淹水這件事情 淹過的人才知道痛苦 彼死還難過 他說就是因為這句話 所以當時要選舉的 賴清德聽到 他就覺得好 所以我選上的話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淹水 他說這個養豬人家 促成了他未來這三年 在台南市政府做的防洪工程